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莉 我們是 阿米安東莉 最近啊 莉的離婚影片突然爆紅 對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大家都想離婚嗎 可能是疫情把很多人都逼到很想離婚 還怎樣 我們就再聊一次離婚好了 我要誠實面對自己 所以我今天來跟大家剖析一下囉 莉 2009年結婚 2017年離婚 前夫是研究所同學 日本人 小莉兩歲 講述離婚經歷的影片 有興趣的 可以去頻道看看 影片釋出後 許多親朋好友 紛紛跑來問莉 為什麼離婚 這次就讓莉來一次 講清楚說明白 明白 而且她也不養家不是嗎 她是那種就是 房子我也付比較多 那這是有 這是有談好的 可是你的家用 就是所謂的水電啊 網絲啊網路都是從我的戶頭弄過去的 然後 好想跟你結婚喔 對不對 可是我也不知道她賺多少 或是戶頭多少 就是一個一個 日本的傳統的家 你還說 有時候是女生 或是組內 然後她會管錢 她會知道她賺多少 然後她會給她女工錢花 可是因為我們 已經建立在我賺的比較多 然後我又有經濟獨立的狀態下 我就覺得她就覺得她不需要再做這件事情 可是她也不做家事不是嗎 對她的不做家事是到一個 蠻令人困惑的程度 因為日本人再怎麼樣爛 其實他們都會比如說 多多少少大個垃圾 這唯一的 他們唯一的 我前夫她不做事就算囉 她是那種就是 她早上起床 她的床鋪也不會整理 她的窗簾也不會拉開 然後你回家 因為通常比如說我早 比較晚回家 我會看到的是滿地的衣服 蛤 對 你就要去撿她的衣服 所以她是邊走邊脫的那種 對她那種 然後你就會留下一個人型在那 我沒有辦法 哇這我真的沒有辦法欸 你好像之前就有說過你們 對我沒有辦法 褲子的那個 褲子就是兩個洞在那邊的東西 它就是這樣拖下來 然後就放在那邊 對 就是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知道她經過兩條路了 可能我一回家 我已經公佈了兩條路了 我已經公佈了兩條路回家 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是 撿她的衣服 你有跟她講過嗎 我們一開始結婚 對家事件真的是吵得不可拍交 然後她就說這個事情是 在意的人去做 我完全不在意 所以她就擺爛 還有就是 那種比如說 去買 比如說她買便的東西回來吃嘛 她是會 呃 她是會那個容器就是放在桌上 那會生蟲欸 對啊然後等到我可能回家 然後 我就把那個容器沖洗過 然後才能 把她東西拿去丟有這麼的困難嗎 對然後她的那個隱形眼鏡也是會 所以就是卸下來她也不會卸到一個地方 會丟到垃圾 然後直接就丟在床角 好想殺了她喔 其實我離婚離婚有一個還蠻方便的事 就是一開始她好像有一點想挽留的時候 她有說那從此之後垃圾就摸到她 她去泰國有出差過的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她就不付房租了 什麼意思 你不是說她說她沒在租嗎 什麼東西啊 然後 我 我去 我也去法國研修過嘛 那時候我有付 本來就應該要付 不是這是固定費 不是說你人在哪裡就可以不付的 我覺得她就是一個 得了便宜還賣乖吧 她就覺得 可能吃定我還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真的 不想再跟她吵我好累喔 還有一個是她可能看不到我花錢 因為 我很 妳幹嘛我忘了 因為我 我可以理解 我真的是 花錢如流水 我真的是 花錢如流水 從來沒有手染過 我跟養活我自己也關我屁事 因為不是花她的錢 還幫她出錢 沒花她那個硬毛錢 然後她會覺得說我要幫你存錢 或什麼的 那也沒有啊 最後還是沒拿到 但她不養家 但是想要生肖 我一開始 第一個 是被逼 搬家 她先跟我說 如果要住在東京都 她就會得 憂鬱症 因為她是 穿急事 那妳那時候通勤要花多久時間了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個 一小時半 因為她還跟我說 因為我們可以做香男性素性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急的快特技 但是她沒有想到 就是 呃 我 跟她 上班時間不一樣 她上班時間那個特級可能還有很多班 可是我上班時間那特級可能一個小時一半 所以通常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做一個很迂迴的路線去上班 然後 我就跟她講說我這樣子會需要很長的時間 然後她就寄來一個特級的班表 好激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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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那是一個又重擊妳的心靈的一個回應欸 想說 管妳去死的感覺 妳不會看班表 我希望是可以 我去車她就坐得到車了 反正我就被她騙 對 我就被她騙到她 那個像說 可是你看 如果你真的跟她生小孩 會很慘欸 我大概早上結婚三四年的時候 我就 我就已經知道 其實我一開始是想生的 我是一個很 很很很 很勉強撐住的狀態 在那段婚姻裡面 我覺得我會崩潰 所以她就不想 她就覺得可以交付給妳跟她嗎 她說我會幫忙帶 蛤我覺得 我覺得她不會 她不會 她覺得不會 就是結婚那個三四年 之後我公公就說 欸妳等一下我有東西要給妳 她就遞過來一片DVD 然後DVD上面直接用手寫著節目的名字 然後節目的名字 就是NHK特別節目 籃子老化的真實 非常直白的一個節目名字 我真的很想跟我公公說 雖然我沒有剛剛講 但是我非常 我非常了解 我很有科學的知識 OK 我早就知道那件事情了 對啊 然後我 而且我常常都會覺得 我的籃子好可憐 都跟我這麼老了 就是我對她們有一些革命性感 欸對 所以妳的過年也很可怕不是嗎 對 就是來我們先問一下平常的過年是怎樣 妳有過夜嗎 有啊 有啊 因為就是她們是過心理年嘛 12月31號是 O Mizoka 就是我們的除夕 然後大家一起首頁看電視 看完之後 過一個夜 早上 對然後早上會一起去拜拜 這就是正常的行程 然後我 我呢 本來也是這樣想的 所以大概就是她 她跟我說 那我們今天回家囉 就12月31號 然後我就去 我就直接就是 掉個包包然後就去了 然後我想說 可能隔幾天 她就會跟我說要走了吧 結果沒想到 她完全沒有離開的意思喔 所以她沒有先跟你說 她要待幾天 她沒有 她怎麼會欸 她就是從來不會跟我講要幹嘛 然後 後來到了可能 第三、第四天 她就說 妳是不是沒有內褲 帶妳去買 就我就跟著她呢 我們就到了一個便利商店 然後我就買了那種年紀褲 天啊 所以妳在這之前都沒有內褲可以穿嗎 但我那之前就一直穿著同一件內褲 好可憐 很可憐 而且我還不敢 跟他們講說 我要洗澡 所以我可能 那兩天也都沒有洗澡 就想說 就是因為 洗澡要放水嘛 喔對 他們家有他們的system嗎 我就不敢講 蛤 那他們也不會問妳 要不要洗澡嗎 後來我婆婆就發現 然後她可能第三天問我說 欸 好慢喔 對對 她發現的好慢喔 我婆婆通常就是 他們水一放完 就會問我說 妳要不要先去洗 對然後而且就是 好然後等到離婚之後 我終於就是可以跟她講說 我不想要再回妳家的時候 她還說 蛤什麼還以為 就那段時間妳不用做家事 妳應該很輕鬆 她什麼都不知道欸 唉 經典語就說不完了啦 而且 對對對 而且 因為我們是睡在 我前夫的單人房 所以 呃 我是打地鋪的 她有幫妳準備一個 對 她有幫我準備一個 電台的棉被 這是我 脫破鋪的 可是一般來說 應該會讓老婆睡床啊 像我就是睡她的床 她自己睡地鋪啊 伊藤 伊藤 給妳的單獎 伊藤不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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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是一個睡地板的女人 好可憐喔 就參加戰鬥儀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還會腰痠背痛這樣子 好像傻了 然後她是說 因為 你知道 日本人 要拒絕的人 是非常痛苦的 會嗎 這實在太扯了 妳又不是通靈 可能就只用蓮蓬頭沖自己 然後在浴缸裡面 然後這樣子她的水就會滿起來 哇塞 好克難喔 想知道 除了 不做家事 不付家用 逼人搬家 逼人生小孩 逼人年假待在夫家之外 莉的前夫 還有哪些另立 傷心欲絕 心灰意冷的舉動呢 莉自己對婚姻的反思 又是什麼呢 請待下週分解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